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想到购物,首先想到的就是亚马逊平台,就好比我们想买东西时,首先想到的是淘宝一样,搜索流量,自然搜索流量,CTC广告流量,关联流量,浏览关联流量Customers who build this item also build,购买关联流量FBT,frequently bought to get,Customers who bought this item also bought,广告关联流量Sponsored products related to the product. 对比关联流量Compare to similar items,浏览流量,左侧分类导航流量,NSM排行榜流量,活动推广流量,一,搜索流量,是用户在亚马逊搜索矿中通过输入产品关键词寻找需要的产品,搜索流量又分为自然搜索流量和CTC搜索流量,影响自然搜索排序的因素,我在上一天文章中讲过,不清楚,不清楚。 可以看看,一天文章读懂亚马逊A9算法,CPC搜索流量主要是针对付费广告而言,通过亚马逊广告系统展示在搜索页面,会有Sponsored字样。 另外,根据展示位置的不同,CPC付费广告又分为Headline Search Ads,Sponsored Products,Product Display Ads,Headline Search Ads,是品牌商才能投放的广告,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相当于头版头条展示,属于一种高曝光的展示方式。 Sponsored Products,Sponsored Products,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广告,分别位于每页搜索页面产品牌序的前二位和最后二位。 也就是说每页搜索页面,有四个付费广告展示位。 Product Display Ads,是单评展示广告,只有Vendor商家才可以投放,主要出现在Listing详情页,Rollet Point下面。 但是最近发现,PDA广告,貌似是没有了上面的截图,是之前保存下来的。 有心的你不妨自己试着搜索看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这样的广告位。 如果找到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实践成果,大家一起交流。 二,关联流量,主要出现在产品详情页面,主要是根据亚马逊的推荐算法,将该页面,Listing与其他产品关联。 关联产品从上到下,依次分布在以下栏目。 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捆绑购买。 Sponsored products related to this item,广告关联。 Customers who view this item also viewed,看了又看。 Compared to similar items,类似产品。 Customers who bought this item also bought,买了又买。 三,浏览流量。 浏览流量,主要是用户,通过页面左侧导航栏。 Amazon排行榜单等寻找产品的方式。 左侧分类导航是用户比较常见的寻找商品的方式。 在创建Listing时,你需要将产品放在正确的分类节点下,故意放错类目节点暂且不谈。 并优化产品的属性。 用户通过这一层层的筛选找到你的产品。 这样的流量是非常精准的。 不同类目节点下面,产品的数量也是不同的。 这也代表竞争程度的不同。 针对左侧导航栏的产品属性设置。 卖家可以据此优化自己的产品。 比如说变体多样性,功能的多元性,关键词的布局等等。 尽最大可能增加产品的曝光度。 Amazon五大榜单包括。 1. Best Sellers。 销量排行榜。 2. New Releases。 最热最新产品排行榜。 3. Movershakers。 排名飙升榜。 3. Movershakers。